先调节一下情绪 开始了 今天讲的是一个仙客来 名字很好听 仙客飘男儿子 而且又是我们青州市的四华 你看 漂不漂亮 换说我养不好 这玩意到夏天就死 有个外号叫夏必死宝贝 它是种球类的 万变不离其中 种球类的它有个大嘎的球 你像百合 像郁金香风信指 朱领红马提莲 它不都是有些个种球快径类的吗 你养护它的时候 夏季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有的话说我养不好 您要了解是什么呢 夏季高温的时候 一定要放到一个稍微凉快点的地方 避免暴晒 浇水这一块永远都是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如果说你对于肚下 没有什么那种经验的话 你看它黄了腻了 你就不要管它 看它是不是干透了 干了你就浇 不干就不浇 保持微微的潮 没事 等到秋天 它还可以再织出苗子来 到冬天照样长得很好 好吧 那么接下来给它说说 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些事 首先大家要知道 仙克莱的花量是非常的勤 所以说它对肥料的要求略微有点高 花多多二号 每回该浇水的时候 对水浇一些 一千米的比例 另外就是下面 还有上面 仙克莱是可以受粉去截球的 截出来的那个球 可以二度的去种 好吧 大家如果说不受粉的话 等开败了以后 大家一定要适当的进行处理 叶片和这个花波的数量都可以梳理一下 有的话 我都是秘密的一从 等到下面它就自己开了 你看下面有的都透射了 是吧 动不动下面就开始开了 营养也浪费了 光花效果也达不到了 您就可以把叶子像这样掰开 把叶子这样稍微掰开一下 让花冒出来 好吧 稍微掰开一下 这是一个点 再有一个呢 就是冬季的一个养户 大家一定要避免不能放到暖气片 或者说暖气上 要不然被热 一侧灯 怕热呀 是吧 它的一个耐低温能力 可以耐到多少度呢 只要是不低于5度 就动不死它 只要不低于5度就死不了 15度以下 它可能就慢慢的停止生长了 5度以下就休眠了 所以说尽量维持在15度以下 30度以下 光照这一块呢 除了夏天 其余时间都可以晒太阳 完全OK没问题 浇水永远干湿循环 很多的花友在买回来以后 嫌这个花盆不好看 都去买一些瓷盆给它换上 您别急 如果说您嫌这个花盆不好看 您可以找一个 类似于大小的花盆给它套上 那很多的话 我就喜欢用大盆用瓷盆 也可以 你就下面垫点什么东西 你看给它们看看 下面稍微垫点什么东西 又把它做进去不就行了吗 是吧 大概这种感觉 你可以弄得稍微比我这个好看一些 大概这种感觉就齐活了 不就完美了吗 浇水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您像这种盆 您判断不了的话 您就插个竹竿子 或竹签子之类的进去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多好 多完美 也不用你换盆 也不用你倒腾 有氧就完了 然后就施肥了 施肥的话 有的话 老是把握不住 其实只要是兑水 浇的肥料是根据浇水的周期来 每回干了 兑一些肥料进去浇 你要是想懒的话 我教你一个更好的办法 来 如果说您比较懒 您就可以用这个花了多优质 这个颗粒控制肥怎么用呢 直接撒到这个花盆里边 你看这个根系 用的很哇塞的 直接像这么着 撒到花盆里边一些就行了 能看到吗 多点没事 烧不死 这个东西不烧花 大概这种感觉 稍微扒拉扒拉 好了 你就100天用一回就足够了 就这样放进去 肥料100天一次 不用你老是用肥了 浇水你干了就浇 还很难吗 哈哈 先开来难养 先开来一点都不难养 宝贝 好了 一边关于先开来的一个养护 简单的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1 养花最赞1 下期的时候呢 给大家讲一些它的换土 瘦粉 乱七八糟的 拜了